第一個提示 請看無論 因緣布跟誰有關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你知道吳花的詹惟中這麼暗的嗎 你拿起來就已經進局了 拿起來 已經敗起來了 你的答案是 答對沒有 恭喜 歡迎來進行這 這是請你們李天豪老師 這位歷史老師 是 今天我們的第一個 九宮格工業賽 就位 李天豪同學 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 是的 喜歡歷史是從小 國中就開始喜歡歷史 就是有興趣 就是有興趣 所以後來很自然的 就當老師 因為喜歡說故事 第一個呢 除了爭取到五分鐘的答題時間之外 依此地檢 所以第三個再出來就剩三分鐘 也因為它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夢幻大獎 各位要兵家必爭的 其實在那個門後面 請開門 所有的一萬三萬五萬十萬的智慧家電 不一而足 而且一個比一個精彩 爭取的最後大獎當然就是那個 相當於4K畫質的幾萬首的 最高規格的點播性 來囉 量身打造的題型 光顯示出來 那一剎螺 你就會知道 你跟這個節目 有多深厚的感受 請出示 來公布 李天豪老師 這位歷史不叫名詩的題目 知名梗圖 網路的所有的流行梗的那些圖 你都是很喜歡的 對 對吧 東方美人茶 你愛喝 黃帝舞 講的是你最擅長的歷史 正常的歷史 床編故事 你即將要開始 說給你的孩子聽了 脫光光成語 大概是你的中文 國文能力 貓挑食 有養貓 有 以前有 懷孕飲食 當然就是現在你跟老婆的互動 家事大考驗 那就真的是考驗你 因為你不做家事 對不對 帝王誰在做家事 我不表示意見 我都是讓他 對 讓他吩咐 我們 讓他吩咐 對 我們不是怕老婆 是尊重 對 是吧 我老婆不在的時候 家事都沒人做 因為沒人叫我做 我就不懂 他一回來三十分鐘 就做得好好的 先選擇第一集 先選最熟悉的皇帝舞好了 皇帝舞 準備五分鐘倒數 請出題 在哪一個朝代大臣 在和皇帝上朝參拜的時候 竟然要以跳舞的形式來表現 A 魏晉南北朝 B 唐朝 C 宋朝 我的答案是唐朝 請鎖定 這個不會笑出來嗎 這個 啟稟皇上 我認為這個是情婦 是這一類的 你不會笑出來嗎 不是 不是那樣子的 不是那樣子的 其實唐朝有國歌知道嗎 唐朝有國歌 不是三民主義 就是秦王入正曲 怎麼唱 你會唱嗎 不是 五月天不是有演過嗎 就是他們不是有編過那個 秦王入正曲 現在就是入正曲 唐朝的時候很流行這種樂舞 而且他們還是自帶BGM的 每個人有自己專屬的 那個秦王入正曲就是李世民的BGM 真的假的 真的 一開始本來是小型的舞蹈 但後來就演變成64個人 變成廣場舞了 對 廣場舞一起跳 而且因為 周邊的國家都來唐朝拜訪 所以日本跟印度 今天都還有人會跳 日本的能樂啊 不是有那種 能聚 能聚 能聚那個 那裡面就有 秦王入正曲的那個 而且戴面具就是 以前不是有個藍陵王嗎 有 其實秦王入正曲 是從藍陵王入正曲開始 他是第一個自帶BGM商戰場的人 你要不要換個洋裝真的有 你解釋比他還清楚 不要死了 唐朝他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 好 我們在過去看到了 這些對皇帝叩拜的方式 大家會覺得三貴九寇 應該是最隆重的 但事實上呢 三貴九寇大理是到清朝才開始有 那在中古時期呢 最隆重的方式是 再拜基守 不過在唐朝的時候 在跪拜的當中 還要加入跳舞的方式 因為這個跳舞呢 除了聲歌不瞪腿之外呢 你還要高呼萬歲 要說萬歲萬歲萬萬歲 表現得越激動才看得出來 你對皇帝的忠心 而且呢 這些只是在這個 這些漢民的這些大臣裡頭 對皇帝表達忠心的方式 如果是其他周邊的遊牧民族 要來向天可涵來進貢的時候呢 他們還有另外一種捧足袖靴的 這種叩拜之禮 他們會跪著跳完舞之後呢 再到這個皇帝的旁邊 捧著皇帝的靴子 然後用鼻子去紋他靴子的這個地方 就表示我對你呢 是非常的崇敬的 所以這看得出來 改在唐朝跪拜的方式 跟現在是非常不一樣 戲劇情節為什麼沒有看過 可能很難演 不過你可以想像一下 楊貴妃故事裡面 不是有個安露山嗎 不管是什麼版本的楊貴妃 安露山都是會跳舞的 對 而且哏 她的哏就在這裡 唉唷 安露山不是只會伸爪子嗎 不是喔 她是那種大胖子 還很靈活 這才厲害 喔 第二題 床邊故事好了 進行床邊故事之前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請說 安露山跟董卓誰比較胖 誰 如果是合理的 你真的知道 我真的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 大概誰 當然是安露山 安露山比較胖 董卓不是燒了三天三夜嗎 安露山有很多實際的記載 證明她非常胖 怎麼形容她 比如說她可以把馬騎死 真的 歷史史料上面有說到她騎掛了幾匹馬嗎 皇帝特別在送她馬的時候 要別人選 不要丟臉 就是說 安露山騎死馬是很常見的 所以皇帝說要送她馬的時候 特別交代下面的人說 你不要送一些很快被她騎死的 讓人家看不起我們 你要送一些能彰顯的場面 還有皇帝幫她路山訂製的那個豪宅別墅 都特別交代 要把桌子椅子碗筷都放大 就是巨人版 你可以想像一下相撲選手的那種感覺 OK 這些有真的記載 那董卓就沒有明確的記載 所以如果你問的話 那當然是她路山比較胖 因為當時的歷史老師告訴我們董卓 他死了以後 點了個燈油可以燒三天三夜 那個故事 在董卓死了以後 三四百年才開始流傳 跟他同時代人都沒有人這樣講 所以那純粹就是自己編出來開心而已 所以床編故事 你真的很會講故事 來 床編故事 進出題 這問題很明確 快 先說 爸爸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媽媽 因為我是爸爸 我還能選什麼呢 所以你講爸爸是猜的 對啊 認為是爸爸的舉手 一個 兩個 對 三個 為什麼 我同意因為我也是爸爸 不要學他 為什麼是爸爸 我是媽媽 因為是爸爸 因為媽媽講的都是一些 柴米油鹽啊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故事嘛 所以爸爸應該是對小孩的啟發性比較大 好 這是爸爸 那媽媽 認為是媽媽的舉手 一個 為什麼是媽媽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會講故事 給我們的小孩聽 然後我就有發現 我先生講故事 他就是平膚直樹的唸稿 唸字而已 對 那我們就會把他說 今天有一個小紅帽 然後遇到一個什麼大野狼怎麼樣 那我覺得可能這樣子 媽媽應該好像都是這樣子的方式 那是你 但你先生比較不會講 像我講的時候就會配馬來了 一陣風 配音配得比故事還真實 所以這個可愛 女生是要檢討這樣 有生書 厲害 小秀珠 誰讓你提早出院的 忘了吃藥 忘了吃藥 其實也不完全猜的 因為男生講故事跟女生講故事 真的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男生講故事比較有 女生講故事會著重情境跟感覺 那語言系統 我覺得啦 你要讓別人學會講話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學習模仿你的感覺 所以他說話邏輯有幫助 對 邏輯有幫助 這是我猜的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當然 那當作猜爸爸 很問我是 我也投這一票 所以說得沒有道理 我覺得我的孩子 現在說話說得很清楚 應該跟我 聽我講故事有幫助 有意思喔 謝謝 謝謝爸爸 謝謝爸爸 感謝 那我們有沒有加分啊 你們可以得到我們的肯定 床邊故事呢 床邊故事呢 對於小孩子的身心發展 或是語言能力 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呢 建議所有的爸爸媽媽 可以在小朋友超過兩歲之後呢 就可以多多講這些床邊故事 給小朋友聽 那為什麼爸爸講評媽媽講還有效呢 其實呢 從這個哈佛研究發現 如果呢 同樣一本故事書 給媽媽來講的時候呢 媽媽通常就會叫著這個故事書上面 原有的劇情 來做一個陳述 而且會使用 他知道這個小孩 目前聽得懂的語言 來教導他 但通常呢 爸爸是想像力會比較豐富一些 在看這個童話故事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簡單掃過這個語句 大部分都看圖 自己亂編 講給小孩子聽 所以通常呢 聽了爸爸講的故事的小朋友啊 因為爸爸的用語 也是比較隨性 比較大人化 而且又比較有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可以讓小孩更有創造力跟思考力 所以呢 所有的爸爸媽媽 除了可以提前講床邊故事 給小朋友聽之外呢 這個時間也可以控制在 每天十分鐘 會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一萬已經在門口了 第三題 成語也好了 成語 請出題 四分三十秒倒數 在書中規定 他可以形容什麼情況 A 樹木枯死 B 釣竿上沒有魚 C 窮人家徒四壁 漂亮 好題目 選C C 請鎖定 你在意识不挂的典故形容上面 把树木枯死 先删掉的原因是什么 意识不挂好像是佛经的用语 那其实我觉得不太肯生意 你认为意识不挂 是出自佛教典籍里面 对 我印象中有听到一些故事 但其实记不太起来了 是佛经里面形容人们放弃烦恼 就像不要穿衣服一样 意识不挂 而且印度的修行者多半都是这样 可是我实在是不敢猜A 所以我想选C吧 我觉得C可能比较合理一点 钓竿那没鱼的选项是下搜的 第一次不挂跟钓竿上没有鱼 我比较没办法想象 一外就在门口 那你暗示我一下 我暗示 我不知道答案 我都跟你们一起猜 你也不知道 我都跟你们一起猜 那就只能一起猜 我的立场还很公正你知道 今天又立委都在我 不得闭嘴 还有律师 对对对 所以 你们是故意找这些人来的吗 所以为了匹克去找神棍 好题目 意思不挂到底是什么状况 请揭晓 你这是求人得人啊 对啊 那是什么意思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钓竿上没有鱼 事实上一丝不挂这句用语呢 它是禅宗用语出自龙岩经 那它的原句呢是 一丝不挂 干目随身 虽然是一个钓科 他拿着钓竿 但这个钓竿上面呢 却没有鱼丝 没有办法去钓鱼 鱼不会受到了这个钓竿的制约 那么人呢 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去钓鱼 代表你已经心无挂碍 一丝不挂 其实一开始说的是 你的心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 尘埃跟想法 后来才衍生成现在的意思 站得很累 可以回去坐 因为他下面一层高 你要不我帮你叫车 要不我回家坐 还能躺 来 第二回合 这个再就位 在社会走跳 总要有两个意志题目 放口袋里面 聚会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帮手 不要再考虑了 按下订阅的频道 加上小铃铛 全民心动略 赶快来订阅哦